我也很想自首以前 我就是這麼白目的老公 你是怎麼樣 就是例如說太太懷孕了 然後媽媽對自己 因為我是她兒子嘛 當然對自己一定會有各式各樣 以前一樣是媽媽 對兒子之間的角度 說話啦或做事的方法 說是像有需要或是有需要什麼事 或對太太的感受 那其實對於懷孕的太太 我們其實不需要表達 這麼多媽媽直接的感受 可是或許當時候就很年輕 也沒有任何經驗 就覺得我應該對太太都是很誠實 坦白的讓她知道所有的狀況 那當然講越多就事情越大條 而且一發不可收拾 因為就像這個一樣 或許媽媽只是討拍 只是單獨對你 希望有一些情緒上的感受 你有過什麼一發不可收拾的例子嗎 哇 這個實在是太... 我當場懸賞500塊 想坑想略 沒有 其實可是你知道 你太擔心孕婦喔 這個狀態喔 跟過度擔心媽媽的狀況 狀況是一樣 就是說你可能把兩個女人 都養得一個很危險 很脆弱的一個狀態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例如說好了 我在台北工作 老家在台南 那媽媽可能說 這個時間差不多一兩個月 是不是要回來看一下媽媽一次 那我看太太懷孕了 好像不是很舒服 就跟媽媽講說 哎呀 太太現在懷孕不適合下去 所以我就在台北 這禮沒要回來了 這禮沒要回來了 可能再來遇到什麼中秋節啦 什麼節日 過往媽媽都很習慣 所有的小孩都會在家嗎 今天這個兒子不在了 他當然就會有一點囉嗦 就說 哎 那你怎麼現在好像破壞家裡的規矩 我就在告過啊 對啊 就像你說的 我就跟她說我在告過 媽媽當然也可以理解 只是總是會講個兩聲嘛 那可是可能那時候的 我們就很傻 就跟太太講 欸 我們要一起回去 不然媽媽不開心了 喔 你用強迫囉 就是有一點這種意思 就是請你忍耐 我們一起回去 請你忍耐 太太當然就 你知道她講這句話的壞 太太就怎樣 當然就不可收拾啦 什麼樣不可收拾 你不知道我也是台大法律的嗎 哈哈哈哈 你沒有台大法律而已 你講這樣還太客氣了 真的啊 沒有 簡單來講就是說 好像我的死活 不是很重要了 因為我懷了小孩 其實回去可能會吐 可能身體不舒服 周策勞頓 搞不好流產 回去應付你那個虛假的孝順 沒這麼嚴重啦 但心裡的意思就是 你選擇讓媽媽開心 選擇讓我的死活不顧了 就這麼嚴重了 你就是一直在媽媽 你還有一個嚴重沒有看到 因為你這樣的言論出來 你形同把媽媽醜化 然後來告訴媳婦 也沒錯 就兩邊其實很嚴重 兩邊都慘 然後呢 後來呢 然後當然一發不可收拾 當然越來越就是 太太一定不會回去啊 媽媽也一定覺得 因為我也會很誠實的告訴媽媽 太太不想回去 蛤 你太誠實了 真的 你就是 反正 這一切的兇手就是你 對 你就把它歸罪給太太喔 沒有 我們都沒有歸 我們只是轉達嘛 就是那個中間一直穿來穿去 然後死的最慘就是這種狀況 你不會跟她講說 她吐得很厲害 對 就是說太太不想回去 不用啦 我跟你講 因為身體不舒服 如果是你太太 已經懸賞五萬 我就跟你回去 你看多麼方便 就要解決這件事情 沒有 太太可能不是五萬可以解決 我覺得劉律師剛才 劉律師剛才講的啊 其實 他其實是一個 就是很容易出現 需要去做治療的 一個背後的原因 就是我們有一個理論講說 就是如果兩個人之間關係很緊張 那我們就會有一個習慣 就是要拉第三個人進來 去減低那個壓力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 兒子自己不知道怎麼跟媽媽講嘛 然後兒子也不知道自己怎麼表達 跟太太的愛嘛 所以他就牽托了另外一個人進來 可是他就不知不覺 就會把這個狀況 就變成一個三角關係 那只要是三角關係 一定會有很強烈的競爭 所以像剛剛那種狀況 到最後燒下去就會怎樣 比如說很多家庭糾紛是這樣來的啊 這個太太就說 欸我懷孕啊 我怎麼樣 媽媽就會開始講說 啊我腳痛啊 我足底肌膜炎啊 然後兩個人 這個夾在中間的兒子就會更難過 因為你所有的人就全部都生病了 對 所以一直在 周圍的很莫名的 他們都開始生病 無中生病 對 然後每個人都要住院 那中間的人不會比較好過啊 所以其實解決這個方法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回到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你不要牽托另外一個人 來去處理你跟另外一個人沒有表達事情 他有沒有上班啊 那時候還有上班 你就說老婆這一陣子要加班啊 要不然你自己回去就好啦 對啊 其實都可以 如果我們是一個第三人 我們律師在幫別人建議都很清楚 我們都可以告訴別人 那自己是當局者的時候啊 真的很簡單 很傻 他講什麼你就告訴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講什麼你就告訴別人 那一趟後來有沒有回去 就絕對是沒有回去 那你有沒有回去 我自己後來有回去 但不是那一次有回去 是後來當然就變成只能自己回去 那伯伯怎麼說 伯伯當然就會對於 我以及太太不諒解啊 就說你這個做兒子的能力很差啊 這個讓 阿牧你就叫不聽到 對啊 這個鬼你就沒辦法顧著了